大家好,现在在北济 晚上看北济人当地人玩大烂球 今天看了一个台湾的消息 特朗普说台湾要为美国的防御台湾付费 随后台积电市值蒸发了160亿 台湾的卓荣泰行政院长表示 台湾要担起国际责任就愿意付费 我听完这个非常搞笑 现在台湾人还是没明白一点 特朗普让你付费不一定付的是金钱的费用 你怎么能理解成付费是要付金钱的费用呢 如果一切都用钱能买单的话 那世界就和平了 特朗普指的要付费是要为美国人去死 要点燃泰海战争 这才是特朗普的用意 那么竟然台湾人理解错我 台湾人认为没有任何的疑问 美国要保护台湾 这我觉得非常诧异的 特朗普说了 那台湾没有付任何费用 你让我保护你 我凭什么保护你 你是我的负资产 特朗普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负资产 我为什么要保护你 那如果你在我保护你的同时 你没有付任何费用 那我对你台湾的保护 我美国就只能单方面付出 你觉得特朗普会做赔本的生意吗 那台湾说了我们掏钱就可以了 是钱的问题吗 你觉得是钱的问题 你中国掏的钱可以更多 那美国要什么 美国要的是战略利益 要的是你为美国牺牲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战略 怎么牺牲自己 到时候我点燃太野战争 你们台湾人要为美国人去死 像乌克兰一样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听懂没有 这才是美国的目的 让你们去死 所以我一直在跟台湾讲一个道理 特朗普今天已经公开要求 你们台湾付出更多了 你台湾这些领导还在以为是金钱 你看看台积电为什么跌了160个亿 蒸发了160个亿 为什么 那台积电首先 科技经济都给你掏空 台积电要掏空 台积电掏空为什么 不就提高美国的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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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赛打的挺好 看了一下 非常投入 斐机当地人非常投入 咱们接着说 那掏空你台积电 你台湾现在手里面 你对美国最重要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为什么大跌 就是台积电可能会被美国加速掏空 那川普上来 那一定不会像拜登 这么给你 给你这么柔软 这个态度 我绝对不会这么柔软 那川普上来大刀阔斧的 你不付费 你不费 不付费 我就不保护你 那实际上就把台湾绑架了 所以我一直在讲 台湾人要有智慧 你这么好的一个情况 你怎么能 是不是你跟大陆中断联系 光听美国的话 那美国人家可不 就把你当肥羊一样宰了吗 而你没有任何反抗啊 你不可能反抗的 因为你跟大陆关系搞坏了嘛 所以至于我说的 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 是把台湾和大陆关系先搞僵 让台湾和大陆对抗 然后呢绑定台湾 那台湾只能依靠于美国和大陆对抗 那个时候美国就向台湾提条件了 提什么条件 我要什么你给什么 听懂没有 我要什么你给什么 这才是人家美国的目的 我跟台湾人讲了很多 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 就一定要看清楚美国要什么 他们不一定是要的是钱 要的是战略利益 那你美国现在把台积电掏空以后 台湾将没有任何防御能力了 因为什么台积电一旦被掏空以后 美国就可以真正打出台湾牌了 台湾被打烂 那也是美国在所不惜的 点燃台海战争 下一步呢 把台湾乌克兰化 台积电反正是我美国的了 你台湾 你没有任何产业了 那个岛那就是人间领域吧打吧 你台湾的安全呢 所以我都一直讲台湾没有安全战略 台湾人要有自己的整体的世界观 和整个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整体的一个战略 别被人利用 现在就是台湾跟大陆对抗冲突 结果被美国利用 那还有一点 你台湾成为美国负责产以后呢 突然发现美国和中国现在这个竞赛 美国和中国的竞争 那美国现在非常吃紧 要在最后这十年 对吧 也就是还剩着四年到六年的时间 中国就要超越美国 那美国是一定要打出台湾牌 为美国利福啊 你是我的资产 关键时候你不为美国利福 那我美国养着你干嘛呢 想明白这个道理没有 就是你必须是我的正资产 能给我带来利益 台积电被掏空以后 首先利益不需要了 那你就剩下一个什么 就剩下一个和大陆开战的一个目的 就这个战略目的吗 所以我一直在讲 你要看懂川普今天讲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下一步准备打台湾牌了 我觉得最好笑就是 什么卓荣泰这帮人 就台独这些人 他是装傻还是真傻呢 美国已经说 把话说的那么清楚 自己还不明白吗 以为就是要掏钱 和美国合作 就是掏钱那么简单 台积电是第一个 掏空以后 第二个就让台湾去死了 没了台积电 你台湾还剩什么 你觉得美国人 在没有台积电 不需要台湾的这个电子产品 保 保证美国市场供应的情况下 美国不打台湾牌吗 美国一定打出台湾牌啊 所以我一直在跟台湾讲一个道理 一定要清醒的世界观认识到 美国现在在台湾体上 他整体的立场 他整体的利益是什么 非常搞笑啊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些 所谓的政治人物啊 政治人物还在幻想美国 像保护自己儿子 想保护你台湾 你凭什么呢 你在川普面前 你凭什么 我想问问 凭什么让美国死心塌地 为你 为你和中国大陆开战呢 好好想想我讲的 那中国大陆呢 我一直在讲 中国大陆现在面对美国打台湾牌 唯一能办法 能有效制止的 就是武统 只有武统台湾 能限制美国打台湾牌 而现在看 中国和美国最后在台湾的摊牌 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很有可能川普这一任期 将完成国家的统一 实现民族的 最最后的这个统一大业 那就是武统台湾吗 川普打出台湾牌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个共和党 他这个党真的不简单 当年和毛泽东握手也是共和党 干倒苏联也是共和党 共和党真的改变世界 所以现在这个台湾问题 我觉得共和党 他的政策 一定也会改变历史 中国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武统台湾 机场 南迪机场 接下来 在南迪西方 转的 这是魔党 那么尝词 这就是重心的